首先啊 不管你认同不认同 阶层是事实存在的 其实阶层啊 分两种 一种是社会固定划分的 比如说农村人和城里人 尤其是大城市的人的区分 或者叫它区别吧 我知道 不少人会说人生而平等 这话没错 我说的比您说的还好呢 但至少在咱们这 这是事实存在的 继续说阶层啊 第一种是社会划分的 我和你不同 不同之处呢 显而易见 第二种 就是自己划分的 自己把自己固定 或者是自己把自己划分 在一个较低的阶层里 其实阶层之间啊 对某些事物的感悟 或者叫做感觉吧 是不一样的 我以下的话 您肯定会觉得 您会感觉啊 哎呀 老李说的 这也太有道理了 不愧是观察生活的人 我们说女人 您觉得 哪的女人最金贵 毫无疑问 而且是显而易见 越是小城市 越是偏远的地儿 越是相对贫穷的地儿的女人 越金贵 对吧 我的这一论点啊 没有任何问题吧 比如说北上广深 四个城市加一起至少百万以上的女博士 都找不到对象 结不了婚 估计有人会说他们太挑了 其实不完全是 而最真实的事实就是呢 他们确实找不到男朋友 他们确实嫁不出去 他们确实结不了婚 这些都是事实 而一个县城 甚至是农村 可以说圣男无数 也就是光棍无数 但是圣女 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 稍微有点学历的女的 在县城 那真是如鱼得水 找个不错的男的结婚 易如反掌 女的就凭自己长得还凑合 学历二本 就这条件 找个什么移动公司的 什么气象局的 大案局的 什么税务局的 什么 什么叫体局的男的结婚 反正都是吃官饭的吧 不是行政篇 也是事业篇 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回到上面 我都提出啊 说越是县城 甚至是农村的女的 越金贵 越是北上广深的女的 越是西兰建的感觉 我假设一个同等长相 同等学历 同等家庭条件的女的 一个在 甘肃天水的某县城 一个在北京的海淀区 这俩女的 某县城的那个女的 害不得一万人追 而海淀的这个 连个理的人都没有 按说同等的女的嘛 在县城多好 但是几乎每一个小县城的女人 都有一个北上广深梦 他们宁可舍七万人追 他们也想去到那个 没人理的那个地儿 其实某种意义上 这呢就是区别 这也就是阶层的形成 我假设啊 你不管是Mail啊 还是V啊 或者是其他的 设计软件 你懂的啊 你在上面找个附近人 你加一个女的聊天 县城的女的和深圳的女的聊的 肯定是不一样 某县城 你加了个女的 你说 亲爱的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其实这句开场白 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90%以上 都会被这个女的 劈头盖脸的一对骂 谁是你亲爱的 你那么要点脸吗 臭流氓 什么东西滚 得 还没开始 这也就结束了 如果是深圳的 或者是北京的 你也用同样的开场白 你说你好 亲爱的 很荣幸认识你 人家就会说谢谢 我说阶层啊 其实阶层是什么呀 阶层某种意义上 它不完全是钱 或者是社会地位 它的更多的是 你的精神状态的高低 以及 你的认知和涵养的层级 只有最低级 最龌龊 最恶心 最无耻 最无知的女人 才会以为 你叫她亲爱的 是你占她便宜 她觉得她是正经女人 亲爱的 不是谁都能叫的 你在北京的饭馆吃饭 你喊那个女服务员 亲爱的给我拿点醋 女服务员呢 屁颠屁颠的 去给你拿去了 你在黑鸡寮 闪干玉的某线 你喊服务员 亲爱的点餐 说时时那时快 啪就一个大嘴巴 也许你就挨上了 其实这俩女的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都来自某偏远地区的农村 但是鲁迅 鲁老爷子说过 就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因此他们对同样一句话的理解 也变不同罢了 当然我这是杜撰的鲁老爷子说的 北京深圳的很多大公司 男女同事 包括女女同事 城府很多都是亲爱的 人家的亲爱的 就相当于 嘿说你呢 就你 你你瞅啥呢 就你 相当于嘿伙计 相当于 嘿那谁 这就是亲爱的意思 纵然和情 与性 无关 但是一小弟 你这么叫女的 亲爱的 女的就觉得 你侮辱她了 你侮辱了她的圣级 你侮辱了她的金贵 其实实际上 你侮辱她了吗 你侮辱她什么了 是她自己那种 无耻无知的认知 在侮辱她自己 把她自己给侮辱了 OK就到这 我是非洲满舰老义 咱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